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看到就是小米现在看到她现在分享这么多过去的这些事迹也好 或者是这种成长蜕变的过程也好 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两个放闪 然后其实好像也就是叫我们有很久就结婚了 可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共族家庭的过程当中你有去Google他的过去吗 其实Google不到什么 你是用律师还是什么全部清光 没有 因为她出道太早了 那时候那些事迹其实都还没有 对 还没有在网络上可以被搜寻 所以就是查到就是说她性主了以后怎么样 然后讲的都是一些蛮正面的东西 我其实有去Google 真的 出道早是一件事 但其实我出道的过程当中我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超级负面的新闻 没有 因为我隐藏的很好 但是后来我选择自暴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要成为养分 我觉得这是个男人的guts 就是你敢于面对这一切 这是勇气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过往的那个不堪 那那个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好痛苦 我只有自暴出来之后 所有人就在以后就你们知道 我都比你们先讲了 你还要讲我什么 而且我把它讲的是我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老婆找不到我觉得感谢主 对 因为我们很短就像刚刚韦伯讲的 我们很短就结婚大概半年 那他刚刚讲说不管是出书或是那个演讲 都是在结婚以后的事情 然后我才知道这么细节 说真的 然后其实当时我有点吓到 有一点我就觉得哇塞 怎么会这么夸张 因为我最叛逆的事情就是翘克去网卡 打电动 我觉得真的很叛逆了 超坏 超坏 我看到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那个一楼 它是摩天大楼的那种不一样 对 真的 但是两位常常现在就放闪 那个粉红泡泡真的是这个 满到不行 而且你把我们搬的搬花取回家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 我们搬每一个都是搬花 所以韦伯哥你有经历过马哥在追他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想就要倒回来 我想知道那过程 你怎么样很快速的就能够 半年就是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就是靠颜值啊 因为是靠演讲 结果就是颜值 颜值 言论的价值 哎呀很会说 言论的价值 我很会说 对 我这个 但小米是 他有做了什么或说什么话 让女生会觉得说 那个是关键点就是 我可以交给这个人 嗯 我觉得他是很真心的一个人 就是 我觉得跟我以往认识的男生 比较不一样 他是那种就是 他想什么讲什么 他就表现出来 就是很 我觉得有好也有坏 就是不好的 就是有时候直接伤到他 对 然后有 但是他就是会把他 现在可能他现在情绪很不好 或是他现在状况很糟糕 他是不会掩饰的 就是完全都看得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这 就是有好有坏 可是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很好的是 就是 至少 我不用担心被他骗 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然后再来 就是讲到信仰 因为他是基督徒 因为我觉得我们怎么看 都有可能看走眼 那我就跟神讲说 神我就交给你了 如果 这是你要给我的 反正我就相信你 如果你又再把我挑到 一个不好的 那我也认了 就是这都是你的安排 所以当时其实很快 刚才也是年纪也到了 然后时间也对了 所以就很快 那没有一点颜值的问题吗 所以CEO你在这个 企业推动成长的速度很快 你在这婚姻的历程 你有想过可以推动这么快吗 其实没有 因为我之前本来想要就是 自己一个人就好 终老一生 然后我就专注在我的事业上 然后我觉得我妹也有女儿 那就是 我就把他们当小孩也没关系 然后就是开放一点 就是说比如说去找一个 什么金子之类的 然后自己养小孩 就是我有想过 我可能未来是这样 然后遇到了以后 我也觉得说 其实好像结婚也还不错 对就是 他是这样慢慢推进的 所以不是有一级必杀 其实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互动 因为他其实在婚前 他就已经把他所有的 就是他的财务 已经交给我来控管了 这是一种技巧 因为他说他不会管钱 所以在那之前 就是很多当夫妻 其实没办法突破的问题 我们已经突破 其实像财务 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很多夫妻 其实都是很在意 对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关 可是我们在那之前 就已经有共识